这小炉子真的太有感觉了 在徐州这个油要必须卷入落毛鞋 肉真的很香 但是就是这期的拍摄条件稍微有点艰苦 这玩意是养眼 Hello 各位 这是大白 前段时间这个自博跟徐州烧烤特别火 我现在赶个末班车 我们去尝一下烧烤花园地的烧烤到底怎么样来够 你好 老板 拿个号 好 来 这边请个拿 这边是吧 28 28 全靠人工还 近身了 可以坐着马扎子拍了 旁边还有个大黄狗陪我 这是爆了一袋子炭 你们是几号啊 请问 我们30还是7号 30是吧 你是本地的吗 我不是本地的 我山东来的 你山东 你们山东不烤烤鱼皮吗 我这不吃完了来的吗 山东人跑到这里来的 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淮安的 淮安 二拿来 好了吗 那我们先进去了 那这也是这种木炭 我刚刚点完单上就第一次吃虚鲁烧烤 这边我还没有看到猪肉和牛肉 所以基本上都是烤羊肉串和羊的各个部位 闻着味好香啊 这是羊肉串 大把的这个自然 招牌的虚鲁特色辣椒 真热 哥 你这被你太厉害了 我天 十万元 这种明火炭烤的感觉 这叫英雄火粮 第一次见放在个火炉里面烤的 以前都是这么烤的 是吧 哇 大油腰 这一大排 哇 他这个炉子真的烤起来太有感觉了 肉真的很香 但是就是这期的拍摄条件稍微有点艰苦 落膜一整张 给你们看看他这个质感 挺结实的 直接来把羊肉串 这个饼真的贼劲倒 里面这个肉真的太香了 我的天 感觉吃两个就饱了 羊的那啥这是 我真筋到这个 高原蛋白的口感还挺好 味道真不错 这玩意是养眼 老板跟我说 这个外面一层是焦焦的 里面是嫩的 嫩不要紧 直接爆汁 尝尝养眼 这看真挺好吃 真挺挺好吃 它口感还可以 里面是糯糯的那种 这小炉子真的太有感觉了 在徐州这个油 要必须卷这个落膜时 再来点它这个糖醋辣椒 卷这个糖醋辣椒吃真的 绝了 哇 真的 咸咸搭配 这四颗蒜真的特别的小 特别精致 两颗月牙蒜 油腰捡落膜真的 太香了 这个蒜给你们看的大小 特别的迷你 然后这个外面还脏脏的 上面真的很小 这个蒜感觉这么一捏就捏出来了 这个羊肉其实单吃也特别的 想像是鸡鸡帽油的感觉 那个油就爆开了 很巨香 这东西是选择落膜里面的 这个菜名叫落膜姐腿 它其实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菜 就是可以单吃呗这玩意 对 可以单吃 这不愧是自然大火 它这个落膜里面都是自然辣椒 它这个脆脆的是那种干香干香的 这种炭烤的那种羊排 油滋滋的这种感觉 闻着就想 这个烤土豆真的相当的好吃 外面这一层盆薄薄的 里面那个特别的糯 特别的细腻那个土豆泥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大辣椒咋吃 嗯 我这里面还有汁呢 我去 徐州是要给我们山东的 不管是各个地方 包括自拨为首吧 首先它没有什么可比 再其次我觉得味道都特别的好 热度是虚微过烈 但是这个人还是无洋无洋的其实 尤其是这个天一热 大家对这个烧烤的热情越来越高尚 那也欢迎大家来我们青岛吃烧烤 我们青岛有戳子肉 还有野猴顿 OK那这一期就这样 祝大家吃饭饭香 我们下期见